好久沒見了,問郎 是,好久沒見了 上次都大概一年前 都是跟現在相約的時間都是冬季 之前那個時間是一個高峰期,疫情的高峰期 相對於現在你認為,你的觀察是怎樣?有什麼比較? 我想香港市民其實現在都相對比較習慣了的疫情存在 甚至乎應該這樣說,普遍市民都已經是接受了這個病 會成為一個風土病,可能活得閒無事又要感染一次 我想普通香港的市民其實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或者甚至乎已經在家裏有預備定一些藥物 一旦真的中了會怎樣做 所以我想相對一年前的情況 市面那個緊張氣氛應該是會少了很多 剛剛昨天就是長假期之後的復活 你有沒有看到有沒有什麼的狀況可以說 我看到就似乎市面那個氣氛就叫做 恢復還沒有疫情之前大約六、七成左右 已經相對比起過往那兩年是好了很多 我想市民開始都會想真的過一些比較全面的正常生活這樣 上到月29號香港突然間疫情防疫鬆綁 你認為他這個措施是否恰當 其實鬆綁這件事早就應該做了 他現在才鬆綁其實對香港的情況已經 我覺得是有點遲 所以無論他這個措施是不是來得比較突然 其實都應該要做了 所以我也不會質疑他太過突然 但是我想他那個訊息發佈是應該需要做得好些 給市民清楚是有些什麼 即會有一個星期可能這樣一個心理準備 知道接下來放寬之後 究竟有些什麼放寬了 有些什麼還是要維持住 還有最重要就是我認為那個口罩令 其實都是需要調整 甚至乎應該是給市民自己選擇 自己選擇究竟戴不戴那個口罩 有個說法說 在冬季來解除這個防疫措施 似乎都不是很理想 加上有一個冬季的流感高峰期 你覺得他是因應什麼元素而做這個解禁措施呢 是否對應到疫情的情況 還是因為其他因素 我自己就很相信是跟這個中國大陸那邊 突然開放是很大的直接關係 因為之前一直政府都是 那個防疫政策是沒有放過風說會放寬的 但是突然之間那個風向180度那樣變 應該跟大陸方面他突然之間放寬有關 那我自己就覺得他這樣放寬 在冬季那樣放寬呢 的而且確是 那個市出突然到可能是 一晚就變成這樣 是似乎有一點點不慎重 雖然我自己相信 無論放寬不放寬也好 那個疫情的變化其實都不會差太遠 但是 我想市民需要適應 還有都需要一些時間去提醒他們 就算沒有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也好 都有其他流感 一些傳統會在秋冬季流行的病 是需要注意的 盧局長曾經說過 與病毒共存 就是共富旺存 後來 改變了 這個防疫的措施 就是大幅度放鬆了 他就說 放寬措施 不代表放棄防疫 你對於這個說法有什麼意見 他難得 說了一句是真話 但是 就似乎跟他之前說的 就前後非常矛盾了 我想 就是放鬆防疫 不代表是 不去防疫 這句其實對市民來說是 我們本身一直都是這樣認知的了 我想很多市民可能由年中甚至乎 上年年中或者年頭開始已經是覺得 那個防疫政策是應該要放寬的了 很多市民都應該覺得自己 承擔那個防疫風險 是好過整個社會 一起去受這件事的 所以 這句是他終於說了真話 但是他之前 不知道究竟為什麼要 跟民間智慧 去有些 不對應呢 那我就不去想那麼多了 但是我覺得這句其實是真話 哪句是真話 就是這個 去放寬那個防疫政策 不代表不去做防疫 即是市民自己決定 是的 是應該要市民自己決定的 那個程度去到哪裡 不是政府走去決定 那對於1月8日的內地通關 你有什麼的估算呢 或者有什麼的評論呢 我想實際那個疫情變化 其實不會撐得太遠 可能感染個案是會有一段時間上升的 但是我想那個 好像之前大陸方面的大規模 會有一些病死情況 可能就會 在香港相對應沒有那麼容易出現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 就是我上年2、3月的經驗了 我想唯一的分別就是 可能有很多大陸人會下來 去打針或者是搶藥物的情況 就比較令人擔憂 我記得有個消息說 如果要來打疫苗 要自救30天才可以做 不知道這個消息你有沒有聽過 即是哪一樣東西 你 內地旅客來到如果 只是打疫苗 但是你需要留30天才有這個資格打 即是造成一個 即是有條件的禁制 是 是 這個我沒有留意 還有海關也有個措施 就 帶藥物回內地都有一個限制 是 之前都 捉了 有一位帶大量藥物的 回內地人士 是 是 內地的病例 就 大家就算看 不是直接的消息 或者間接的消息都知道 他們感染和死亡的數字都不少 但是 有個數據就說 內地的死亡 疫情死亡就是5千多 那麼 有個 另外一個就是 全球的數字就是 這個是外邊的消息 就是 600萬左右 如果只是 中國公佈的疫情死亡是5千多 在人口大國 有這個數字的情況 你怎麼認知 我想這個 都跟 它本身這個 本身這個病的傳染率 是有關的 始終這個 病的傳染率 是高過普通一些 流感的 所以它 在同一時間 若果 很多人感染的時候 都是會 有機會 造成一些 醫療崩潰 這樣 我想這個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 大陸方面的 那個醫療能力 可能 未有準備之下 就去 放寬 造成一些 的數字 飆升 所以 我自己看 又是 他們的一些 醫療政策上面的 處理 可能有些 跟不 跟不夠 他們公佈的死亡數字是幾千 但是 據消息說 他們已經 焚發 火化爐 已經是24小時 全力開動 但是都應付不及 你覺得是否 他們公佈的死亡數字 是 沒有反映 這個 實際的數字 我想應該是 我看 以往可能其他國家 或者香港 出現過的情況 我相信 就算他們 不是特意想緩報 那個 死亡 急速的 可能那個數字 都根本是 跟不及的 所以 我相信 報出來的數字 一定是 少於實際上的數字 不說的 是少於實數的 是的 因為根本就算 一些正常的報 都有機會報不及 有部份是跟不及的 是的 據報導 就說 北京 北京市 他們的人口 大部份都 中了 中了 如果是內地的人 都是這樣的情況 過幾天內地開關 最初就說 部份口罕開 有配額 每天幾萬左右 加起來 對香港的承受程度 帶來什麼風險 有什麼事情 你評估會發生 我想會出現一個 疫情的小高峰 感染人數是多了的 但是究竟會不會直接 衝擊了那個 醫療系統呢 我就 未至於 有這個擔憂 因為最主要 最主要是 香港本身對病是比較有準備的 例如 不少市民可能 上年2、3月那個波疫情已經感染過 也有很多市民其實打了一些比較有效的 例如復必泰的疫苗 我想 導致香港社會 真是因為疫情 癱瘓的情況 就比較 機會出現 是比較微的 但是都會 可能會令到一些 有些行業可能 小規模地 不夠人手 或者是比較多人請病假 而導致 再加上過年 導致可能運作比較不暢順 有部份國家就對內地的市民出國 去他們的國家 甚至有些連帶香港人出國 都受到防疫的限制 或者有限度的調整 就算他的盟友北韓 都對他們 內地的旅客 都有暫時實施限制 你對於其他國家 做這個措施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這些國家對中國大陸開放 之後會實施這些限制 是一個正常反應來的 因為我們看到過往兩三年來 其實大陸方面 對疫情的透明度 都不太足夠 那 外面國家對於那個情況 究竟應該怎麼對應 那個評估呢 比較保守 我覺得是 合理的 而且在初期實施一些比較嚴格的措施 是無可厚非的 沒有得怪人的 始終他們都要為他們國民去負責 我想這些措施 可能在實際情況 看見到究竟對其他地方有什麼影響之後 就會看到究竟會繼續 繼續那麼嚴格還是放寬 都需要 其他國家都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看到疫情進展 可能會做出一些 沒有那麼嚴格的措施 是嗎 是的 都是要看實際情況 因為 因為在中國得回來的 疫情資訊可能比較少 或者是 不夠全面 就好像譚德塞說 中國疫情的資訊 不太透明 是 他都覺得 別人的限制 得到限制 都可以理解 是 這個都是你的想法 是的 是的 好 多謝你 謝謝